《斗罗大陆》动画202集中,唐三总算完成了第七考,宁荣荣也完成了全部的红级考核。 宁荣荣在完成红级考核之后,获得了很多奖励,就连十万年魂环也能拿到,这对辅助魂事而言,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。 所以,荣荣真的是赢麻了。 不仅如此,宁荣荣还获得海神岛第二祭祀的权限,这也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 小小年纪的荣荣,就已经获得如此成就,她的权威仅次于波赛西,哪怕是七个守护斗罗,地位也没她高了。 从画面中,我们也清晰看到了,宁荣荣的第八魂环,变成了红色的魂环,真的太让人羡慕了。 除此之外,宁荣荣的其他魂环都变成了黑色,这种顶配配置,换成是谁都要叹为官职吧。 估计连荣荣自己都没有想到,能拿到这么多好处吧。 帮助唐三完成期考,荣荣的考核也总算是到头了,现在的荣荣绝对是辅助性魂师中最出色的存在了,真的很替她感到高兴。 荣荣这边获得了高额奖励,但是唐三却晕倒了。 唐三晕倒,让人看着很心急,而且十万八千斤的海神三叉戟,还压在了唐三的身上。 小五看着该多心疼呀。 小五为了唐三,什么都甘愿付出,这一次也盖莫能外。 然而,仅凭小五一个人,是无法帮到唐三的,这需要一个中间人来协助,最好的中间人。 自然就是海神斗罗波赛希了。 小五为了唐三,甘愿拿出自己的血液相救,波赛希也被二人的爱情感动出了全力。 在帮唐三输血之前,当务之急还是要将压在唐三身上的海神三叉戟一开,那么波赛希是如何移动重如泰山的三叉戟的呢? 从画面来看,波赛希也是使出了全力,他双手紧握三叉戟,咬紧牙关向上台。 向来都淡定无比的波赛希,也一改常态,毕竟他并非海神选择的继承人,神器也没有选择他为主人,自然很吃力。 单单是拿起这个神器,波赛希就累得半死,更别提使用了。 波赛希挪动神器的过程中,他的眉头始终都是皱着的,能让爵士斗罗皱眉的重量,可想而知是多么恐怖如斯。 之前波赛希还对唐三有杀意,现在却毫不犹豫地救唐三。 这也说明波赛希对唐三的杀意,已经彻底化解,他的心结被打开,并且承认了唐三的地位。 对此,你是什么看法的?欢迎大家留言讨论。谢谢。